说起了好语 大家一定还记得发生在台湾 特别是南部受灾非常严重的巴巴水患 在巴巴水患过后呢 受灾乡亲们现在可以获得了安置之后 纷纷展开了新生活 因为能够搬进了大爱园区之后 不但能够安身 而且透过了记忆训练可以安身 跟您分享这位原来是住在纳玛下乡的 这位民族村的村民刘才明 过去的他呢 常常爱喝酒又闹事 不过搬进了慈纪大爱园区之后 现在受到职工的鼓励 现在的话完全不一样了 决心戒掉了喝酒跟抽烟 整个人脱胎换骨 而且呢还化身为环保职工 又黑的皮肤 憨厚的笑脸 他是刘才铭 原住在高崇谢拉玛下乡民族村 之前的他整天只会喝酒闹事 早被左邻右舍当作温神 还取了个变形金刚的缝号 我以前在我们南马下以前也算是闹事的人 来到紫序真的很感谢紫序跟上人 我以前一天到晚就醉了 很怕他啊 怕他啊 他原本脾气怎么样 他如果喝酒脾气后 跟没有喝差十万公里 但是现在都不喝了 爸爸水灾后 刘才铭跟着族人搬到了山林大海园区 接触慈悸人文洗礼后 他一改常态 把多年喝酒抽烟等习惯全借了 会不会喝酒 会 为什么会想要改 因为会误事很多事情 这样子 现今刘才铭不但不赛像以前醉醺醺 也以口香糖取代槟榔 他还摇升为园区环保志工 每天穿梭园区 从家家户户门口前的垃圾桶里 弯腰找寻可回收的资源 收的过程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不会 因为并不臭 其实很香 你不要讲很臭就不会觉得很臭 以前在山上有做吗 没有 为什么会想要做 就看糖素啊 他说做我就陪他做 刘才铭的转变也让其他年轻人开始笑吧 他说他并没有多伟大的理想 只是看到了老阿嬷都能挺身而出 为爱地球做回收 因此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大爱新闻学年香红树 高雄报道 如果他听到 你的识会 或许戏 在表面